好,那現在要做的實驗是觀察蕨類植物的構造 那特別著重在包紙囊堆跟包紙的部分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從蕨類植物的成熟葉上取下來的葉子 一片葉子,那放到那個葉子的背面呢 可以看到幾乎每一小片的這個雨中腹葉的背面 背面都有一點一點黑黑的,那還記得這一點點黑黑的是什麼嗎 這個不是包紙,這是一堆一堆的包紙囊堆 包紙囊堆,那包紙囊堆細部的構造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現在就要來看,那本來我們是會用這個解剖顯微鏡來觀察 但是呢這個解剖顯微鏡呢 有一點不大清楚,那個燈是黃燈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我們改用這個,就是手機顯微鏡 那我們用這個手機顯微鏡來觀察 反而會更明顯更好看一點 那你看這個看起來有點像蚯蚓呢 或者是說一顆一顆這個呢,其實都是包紙囊堆 這不是包紙喔,這是包紙囊堆上面的包紙囊 這一顆一顆的都是包紙囊 一坨,這一坨上面一顆一顆的這個 都是包紙囊 看到這裡有很多包紙囊堆 然後包紙囊堆上面是有很多包紙囊組成的 這些都是包紙囊堆上面的包紙囊 那我們就取一顆包紙囊來看看 這個包紙囊 對焦 使用這個複式顯微鏡來觀察 那個蝸牛殼的那個是包紙囊 包紙囊 那一坨很大坨黑黑的這個是包紙囊堆 那包紙囊堆裡面就有很多包紙囊 然後呢 看一下喔 包紙囊裡面你可以看到就是 為什麼有的空空的 代表它的包紙已經蹦出來了 已經 那我們來把放大一點看一下 好像有些還有剩幾顆包紙在包紙囊裡面 那包紙長什麼樣子 看一下齁 在鏡頭右下方的地方 那包紙囊裡面有一個黑黑的那個齁 那個就是這個蝶類的包紙 喔唷 又不見了 好 那這個呢就是有 一顆包紙的包紙囊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齁 那關於包紙包紙囊跟包紙囊堆的這個圖片呢 我之後會再上傳大家就可以看圖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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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